提醒您騎摩托車要特別小心了 因為藍蘇澳游泳池前的路段 發生了兩台摩托車相撞的意外 造成了三個人受傷 其中一名無姓的男騎士 和另一台摩托車上的女乘客 目前在醫院治療 昏迷指數只有3 因為附近沒有監視器的畫面 家屬希望路過的民眾 可以提供行車記錄器 協助警方釐清肇事責任 同樣也是今天